据说只要车速足够快 测速相机就抓拍不到你 因为测速相机都是由雷达发出电磁脉冲 通过反射回来的信号时间差来计算汽车的速度 继而启动相机抓拍车牌号 所以当车速达到一定的数值 相机就会来不及启动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让大家安心开车 刘延祖找来一台代表米国普通车型的二手车 为保证安全 他们给汽车加装了5.10安全带 这次实验在海军基地的停机坪进行 眼前的这套设备就是今天要实验的主角 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他开出了数百万张罚单 那么普通的小汽车能否用速度战胜它呢 为了避免测速相机检测不到速度 亚当用手持雷达测速仪进行对照实验 测试开始 吉米蒙踩油门 汽车以1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冲过测速点 但测速相机清楚地拍下了车牌号 并准确地检测到车速 显然这个速度并不快 亚当认为吉米的技术没有发挥汽车的最高性能 于是戴上头盔开始挑战 但几轮下来 汽车的时速都在100英里左右 并都成功拍下了车牌号 看来普通汽车是无法逃脱测速相机的魔者 秉持流言终结者的传统 他们来到了专业赛车场 因为这里的赛车性能要比普通汽车好很多 这次他们挑选了一辆超级跑车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开过的评论区告诉我 他拥有6.5升的V12发动机 实验再次由亚当驾驶汽车 但这辆超级跑车价值高达28万美元 一旦操作失误 按照他的收入需要还65年 尽管他的压力山大 但仍然抵挡不住豪车带来的快感 为了避免子孙后代成为车奴 教练会全程陪同再赴驾驶 一切准备就绪后 实验正式开始 这次他能否逃脱测速相机的魔爪呢 亚当开始加速向前冲 这次他以116英里的时速冲过测速点 虽然比之前的实验速度加快了不少 但还是被测速相机开出了罚单 这样的速度显然还没有发挥出V12的全部性能 于是他们打算让教练进行实验 果然在专业赛车手的操作下 这台价值28万美元的V12开出了136英里的时速 但遗憾的是依然被抓拍了照片 然而留言组并没有打算放弃 这次他们找来汽车界的扛把子也受号 这个拥有喷气式发动机的怪兽时速能达到300英里 可以说是在引擎上面装了的作用 如果他都不能逃脱测速相机 发动时身后喷出巨大的烟雾 然后就以300英里的时速冲破测速点 最终在两个16英尺将落伞的辅助下才停了下来 这闪电般的速度成功躲过的测速相机 他们虽然找到了逃避罚单的办法 但现实中没有人会开这种车上路 所以超速一定会被开罚单 然而有粉丝提出几种避开测速相机的可行方法 分别用保鲜膜、发胶和微镜板遮挡车牌 但实验证明都是毫无效果的 所以奉劝各位老司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